欢迎来到我们的伊斯拉 本媒法律第一频道 记得订阅我们 并且开启小铃铛 获取最新视频哦 大家好 我是美国Ramon 如门律师事务所的 知识产权IP合伙人 徐亮 Jason 那么今天很高兴 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 是这样一个话题 因为大家去Costco的时候 经常能够看到 他自己有个牌子叫Kirkland 他自己Kirkland这个牌子 下面这些产品 放到他的竞争对手的旁边 进来一起卖 他卖的产品 比如说是有手指 洗涤液 他的产品非常类似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Costco这种行为 是不是算是一种侵权行为 解答这个问题 我想从以下两个方面 进行解答 第一方面 是从这个产品本身 因为是否侵权 最重要看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是否侵权 主要就是看 就是说是他的竞争对手 是否有商标 版权和专利 那么从商标角度来说 因为这个Costco 他卖的是自己的牌子 Kirkland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 他是从侵权商标角度来说 是可能性非常强 因为他是自己的牌子 那么从版权上来说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非常小 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一般的这种 Costco卖的类似产品 都是些日用产品 比如像手指 洗涤液 那么这样的话 他的竞争对手 本身也就没有什么版权 去取得 那么所以说呢 既然没有版权 那么他当然版权侵权 也就无从谈起了 那么最后是有关专利侵权 这个专利呢 又分两种 一个是发明专利 还有一种呢 是外观专利 对于两种专利啊 Costco这种产品 是否侵权呢 其实是有个问号 为什么呢 我们先讲发明专利 这个发明专利呢 比如说 他是有关洗手业 对吧 他的竞争对手 他在洗手业中呢 有关他的成分 他有专利 那么Costco卖的 这个竞争产品啊 他是否有相同的 或者是完全类似 化学成分 以至于就是说 导致他的发明专利侵权 这个在外部 是看不出来的 是说要经过 这个进一步的研究啊 才能看出来 那么外观专利呢 会好一点 外观专利呢 他不仅仅是在 这个产品上 还可以是用在 外部的包装上 从这角度来说呢 Costco的类似产品呢 对于发明专利 外观专利 他是否侵权呢 实际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到底是否侵权呢 他会是需要 这个竞争对手啊 对于Costco的产品 进行研究以后呢 深入研究 才能最后决定 当然了 因为Costco 也是作为一个 很大的厂商嘛 那么他们在做 类似产品时候呢 肯定他们的后部团队 应该会也是 对于竞争对手的 这个专利啊 进行过研究 那么可能呢 也做了一些规避设计 所以说呢 他们是虽然有这个可能呢 这个可能性也可能 并不是特别大 好 那么这个第一部分呢 是从这个产品角度来讲 那么第二部分 是从这个Costco 这种行为 就把他的类似产品 放在他的竞争对手 而且是在同一个 Costco的柜台上卖 这种行为 是不是构成侵权 其实是他有法律问题啊 他并不是侵权问题 主要是考虑这个Costco 这种行为呢 有没有构成这个 不正当竞争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呢 也是非常小的 为什么呢 第一就是说Costco呢 他其实就是把他的产品 放在竞争对手 产品旁边卖 他并没有对竞争对手 产品啊 进行一些 诽谤啊 诋毁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也就并不完全能构成 这个不正当竞争 这只是个正常的竞争 当然了 如果说Costco 他的产品呢 是看到了竞争对手产品 找到了竞争对手的 这个厂商的模具啊 然后来进行 这个同类开发 那么那种情况下 可能就会有 这个不正当竞争嫌疑了 但是很多时候呢 你去看Costco Kirkland自己产品啊 他和这个竞争对手产品 还是有些不同的 质量呢 其实会差一点 就他也卖得便宜一点 所以说他用的模具呢 可能也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最终构成 这个不正当竞争的 这个可能性啊 也不是特别大 那么最终总结是什么 说是这个Costco这种行为的 说实在是侵权和不正当竞争的 可能性其实都不是特别大 因为很多时候 他的竞争对手 也是要在Costco之间卖嘛 那么因为Costco的 有类似产品呢 也促成了这个 他的竞争对手 也进行一些促销 最终也是这个造福于民众吧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如果今天的节目 对你有帮助 那就帮我们订阅 点赞分享吧 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你的法律问题 我最关心